沒有什麼意義啦 好不好 我們仔細去勾計看看是不是有多少原住民的需求 還有這個主要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六條 它裡面有訂定喔 政府應該設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 輔導原住民建構或租用住宅 並積極推動部落更新計畫方案 這個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六條的規定 我認為這一條應該是內政部跟嚴明會的事情 所以部長是不是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給原住民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確實我們現在如果仔細看到住宅法裡面的這個內容的話 住宅法裡面內容確實有第九款的部分 會有原住民這一個項目 第九款 對那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應該能夠 應該能夠反應委員剛才你所關心的部分 那至於實據怎麼去勾搭的部分 我們會特別強特別來注意 另外那個這個在都市計畫裡面 都市的更新計畫裡面 在過去原住民在都市更新裡面都沒有受到保障的 因為你們現在內政部的都市計畫更新委員會裡面沒有一個是原住民 但是碰到像烏來區啊 他們有個都市更新計畫 那個十年才檢討一次 烏來可能超過十幾年了 那但是烏來的話呢 要都市更新 你那個土地使用分析規則 然後又使用河川擠水器的上游 上面又有一個翡翠水庫 到處金線建 沒有辦法解決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怎麼保障 這樣才能夠談到我們今天都市更新 原住民的土地的轉型正義嗎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 對這是我們會重視這方面的發展 那就這個個案而言 現在還在新北市那邊 就是說這個都市計畫區域計畫裡面 還有在未來的這個國土計畫法 你們將來要那個國土這個保育區 國土負義區 你這個一定要尊重我們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 我知道上面條文有了 第三七條什麼都有 那你要怎麼落實推行 那這個國土計畫法裡面 這個我是希望 不要忽視到我們原住民的傳統的權益 特別是像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你們說好 這個是國土保育區 這是國土負義區 那你到時候萬一叫原住民 你什麼都不能動 那怎麼辦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這個現在國土計畫法 它給我們一個比較嶄新的機會 因為以前確實區域計畫 在擬定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特別對原民的這些生活型態 跟傳統土地使用的方式 有完整的考量 那因為國土計畫法通過之後 給了我們一個嶄新的機會 對 展新的機會可以從國土規劃的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 然後更更廣泛的去掌握 就是說 部長你要讓原住民能夠參與 在這個原住民地區 搞不好是列為國土保育區啊 我們國土保育區 我們土地怎麼利用 我是很怕到時候沒有原住民的參與啊 到時候連原住民對自己土地使用 政府規定說 這個就保育區 這個負育區 什麼都不能動 到時候連建築法規都還沒弄出來 原住民的傳統建築法規 以後這整個國土規劃 都會去反映到原住民的 原住民族的特定區域 這些都會考慮 而且原住民的參與這個部分 也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好了那個部長那個你先請回 我現在來請教一下我們 言明會主委 謝謝委員 一將巴羅 希望我剛才我的質詢 第一次跟部長 這個希望你能夠來重視好不好 剛才談到的幾個比較關鍵的問題 一將主委先恭喜你 這次又回過 當那個言明會的主任委員 那我們現在全國原住民社會 對你是期望勝因啊 當然我們也知道 你過去有當過一年 當過一年的主委 所以我希望說你在這個任內 好好的表現 好好的表現 然後因為現在民進黨是執政黨嘛 那現在可以看得出來在立法院 我們幾個言住民的委員 部分黨派 為了像這個打獵的部分 狩獵的部分 大家都是部分黨派 一起來開個記者會 我覺得我們言住民的委員 要有這種觀念的 不要認為說哪一個黨執政 就開始有黨派的意識跟情節 不要 我們可以為了一個議題 只要是對原住民有利的 不管是狩獵的部分 我們應該是八個委員 跨黨派的團結合作 如果留我們自己的委員 原住民委員還分黨派的話 什麼議題都不好過 包括我們傳統狩獵也是一樣 包括我們談的土地也是一樣 你這樣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委員的指教 本人非常的認同 因為畢竟我們原住民族的這個 席次本來就是少數的 任何議題只要是對原住民族 有利益的 法案應該部分黨派來 前進來支持 沒錯啊 所以我說我現在是對 國民黨已經執政了八年了 那現在換民進黨執政 那民進黨做得好的話 對原住民的法案 對原住民的土地照顧得比較好 我們也是樂觀其成啊 我們不會說為反對而反對 只要是民進黨他推的 不管是將來八月一號 蔡英文總統要跟原住民道歉 我是不希望說只有道歉 一個口頭的道歉而已 是希望說這個道歉的背後 有一些像對我們傳統的 靈異的承認 土地的承認 甚至於最基本的轉型爭議 就是狩獵的轉型爭議 這個都很好過的 現在如果說談什麼轉型爭議 但是我們原住民的獵人 上山打獵還是被抓 還是被判刑的話 這個對原住民是沒有轉型爭議的 所以我是希望八月一號那一天 蔡英文總統呢 能夠提出一個 除了道歉之外 還有更具體的承諾 這樣你的看法如何 我想 蔡總統的道歉 應該不是只有一個道歉的形式 對 我們會建議他有更多的這個 道歉之後的很多的配道說 是要把它完成 對 包括狩獵的 包括土地的 包括狩獵的 包括這個轉型正義的 這個我覺得狩獵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應該是可以可以 如果說原住民的狩獵權 都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談什麼轉型正義 都是空談 跟委報告 蔡總統 當時 針對王光璐的這個案子 他也公開表達過他的立場 所以他對於原住民族的 傳統的狩獵權 他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我想說 大家一起來努力啦 大家這個 我們要給宜將一個表現的機會 謝謝 當然我們立委 只要是民進黨提出好的政策 我們一定會支持嘛 大家超越黨派之見 我們也希望說 最主要就是要把原住民 這塊土地的主人要照顧好 要有更多的資源 還有更多的承認的這個部分 不要只有說 宣誓性的道歉 不會不會 不要只有宣誓 是能夠有具體的實質的一些內容啦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鄭天才委員詢問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以降主委 麻煩請以降主委 好 叫其家人 請以降主委 我打幫你 卡尼大人 就是一位 一個師父 我 他只會說 這個投資 那個建立立的 這個建立好 是的 我們要說 那個建立的 然後 這些建立的 那個建立的 在1987年以前 有法基密集合法 有法基密集合法 在審議會 在立法院 不然我們都沒有救 其實在1988年 我們在玛瑕土地運動 主委,你稍微回音一下 主委,你稍微回音一下 我要翻譯一下,因為我們的部長一直想要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的土管處長更希望知道,從1987年以前 我們的前輩沈一言,我們的前輩立法委員就開始爭取原住民族的土地的返還 我們一將主委,在1988年擔任環我土地運動的總指揮 所以,更是走上街頭,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原住民族的土地 所收回來的,所返還的,這個國家所返還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還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是不是這樣?主委 所以,今天我們談這個土地正義,更重要就是原住民族的土地正義 如果我們從這個報告裡面,這個事實上,我上次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們原住民族只要掌握機會,就要爭取 就要怎麼樣去把我們的,包括土地,包括任何的 我舉一個例子,過去啊,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候啊,那時候 尤哈尼主委,我拜託他,因為那時候內政部提了姓名條例要修正 他沒有提到我們的部分啊,我們要求要增加羅馬拼音 但是在行政院是沒有被接受的,尤哈尼主委親自的去 參加這個政務委員主持的,沒有被接受 後來是因為我們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把它增加了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很多很多的案例 我們今天談這個原住民族土地正義 我們要掌握各種機會 現在我認為是最好的機會 就看野民會有沒有這個 你要講說出來,支持 過一陣子你就會發現 不同的政黨怎麼也提了 很好啊 你過去認為國民黨不會提 他現在支持要提 我們就一起來努力,掌握那個機會 我們就以這次的你的報告 圖管處還是要加油 為什麼呢?第一個 我們好不容易在去年 去年有關這個原住民基本法的第21條的修正 在去年的6月24號就公佈施行 6月24號公佈施行 我們已經立法院這個國家通過了嘛 等於立法院通過了 這個國家已經授權原住民族委員會 要去訂訂 你不用會統喔 單獨就可以訂訂喔 訂訂這個原住民族土地的劃設辦法 原住民族土地 你族委知道嗎 包括保留地跟什麼 傳統禮業 傳統禮業 就可以做了 有的已經可以開始做了 不必等土海法 可以開始做 趕快公佈 趕快發佈 什麼時候可以發佈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相關的這個劃設辦法的草案 我們都已經跟相關部會都做過一些協商 那接下來我們要趕快先跟部落的主人 再做大致的一個說明以後 我們就要準備公告 主委 公佈 這個按照行政院的規定了 6個月 法例公佈之後6個月 現在已經超過很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要加快 我們來加進角度 最能夠趕快 就能夠 說落實是還早 就是能夠跨一大步 所以這個部分要趕快 其次 這個內政部 部長 內政部今天的報告 在整個報告裡面 有談到土地的部分 但是沒有談到住宅的部分 而談到土地的部分 事實上最需要轉型正義土地部分 內政部主管的 就是土地法第14條 這個部分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主席沒有給原住民增加的時間 過去的慣例 原住民的立委談原住民的議題 尤其是有主委的時候 是比照那個 這個同委員會的 這個部分 這個議事人員要提醒 這個 土地的部分 土地法14條 那個就是土地不正義 把我們一個部落 部長 把我們一個部落 化為不得私有 海岸一定限度內 不得私有 這個部分 這個 這個說來很長 我會把相關的資料 我想市長 改天 少個時間也會跟你報告 這最近 這個檢討之後 已經 本來有一部分 是還沒有增編為保留地 有一部分 已經增編為保留地 希望 一定 不是希望 一定 不要 不要側編 主委 不要側編 有的已經增編為保留地 不要側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住宅 今天 住宅 住宅 第一個 內政部 都沒有談到原住民 第二個 這個 園民會的報告 也都沒有談到原住民 住宅 就原住民族而言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之一 土地交易 住宅 就業 大概就這幾個了 住宅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都會期 都會期 的住宅 到底是要內政部負責 住宅 前省的住宅到底是內政部負責 原住民的部分 還是 是園民會負責 現在沒有弄好 兩個部會沒有弄清楚 所以兩邊都沒有講 以為是他 內政部以為是 園民會 園民會以為是內政部 這是不對的 主委 過期 過期你在園民會 待過 你在園民局也待過 你也當過議員 我們要自己承擔 你要讓內政部承擔 難 內政部可以幫忙很多 但是你要讓他承擔很難 所以這個部分 尤其是在都會期 我們沿漢的落差 在都會期 住宅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在都會期的 沿漢的落差 在住宅的部分 所以這樣一個議題 這麼重要的議題 我們竟然完全被忽略 這個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所以這個還沒有整合好 部長 跟主委 你要多久之間 確定到底是 不過我們今天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要執行誰呢 主委你先說 我想 住宅 園住民族的住宅 我們園民會也很願意 一起來承擔這個工作 但是因為園民會本身的 整體算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來 主委 議算沒有問題 這個 我提了這個 園住民族基本法 第十八條的修正條 園住民族基本法 第十八條的修正條 綜合發展基金 可以運用綜合發展基金 那我也提了二十八條之一 這本來就是 園基法二十八條 就有規定 政府 對於千基都市的 安基 安基 要特別予以輔助 所以這個法律 定得非常非常的明確 但是 今天的報告 顯然是 顯然是因為 沒有確定自己的 應有的 應有的譴責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個人認為 我們 原住民族 對於住宅的部分 沒有辦法去逃避 在過去以來 到現在 從來內政部不會去負責的 都是我們在負責 不管是原鄉的 千春的 災害之後的相關的這些 都是我們在負責 主委 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 把它承擔下來 我想 住宅政策 我們 嚴明的部分 其實我們過去在 幾個都市的 這個 這個 經費的補助 也都是我們 對 都是我們在做 包括這個 新北市的這個 目前正在興建的 這個西州部跟 山英部部 都是用我們的 我們要爭取的就是說 內政部你的社會住宅 不能少了原住民 不是說嚴明會負責 你就不做 不是喔 因為這個住宅法 主管西方是你啊 我們的部分是怎麼 我們怎麼去加強強化 看在我們的特殊性 原住民的特殊性 我們有另外一套 我們是外加的 我們是要外加的 所以內政部 對於原住民族的 住宅的部分 在你的推動的相關 社會住宅 住宅法也都有規定 但是會 要比那個更好 是不是這樣 我會特別注意到這個勉強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鄭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我們 簡東銀委員諮詢 請 主席議會人員 有請宜將主委 還有中副主委 請宜將主委 中副主委 請宜將主委 中副主委 請宜將主委 請宜將主委 虧將主委 怎麼等於進行 理詢 我們理詢 是 已無法男anın 因為主委是跟我的這個嚴峻民的語言完全不通 我跟副主委是排完組 我們兩個是通的 實際上我覺得跟主委是語言通的話 我可以全程來用我們的母語來諮詢 實際上我們的母語應該是給予尊重的 我們始終覺得說母語是我們的命脈 現在我請教一下主委 前幾天我們看到高雄市市長陳舉市長這個照片 應該主委看得到 這是在幹什麼 這個是關於援助民主保留地的錢狀的發放 這是在發放我們的所有錢狀 對 所有錢狀 這個報導之後有一些鄉親也打電話來問我說 怎麼只有高雄市有我們其他沒有這樣的發放的情形 實際上所以這個報導也引起了一點點的誤會了 實際上每一個鄉政市應該都在做 不是只有高雄市嗎 對不對 對 跟委員報告其實光是嚴明會的部分我們在101年開始就分別在台東縣 包括委員的故鄉屏東縣花蓮縣跟南投縣都辦過七場次的這個土地錢狀的發放 就是公開公開發放屏東縣有過嗎 有 有過 土地的發放這個權狀的發放是最近才開始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在101年開始 應該不是吧 就是公開發放的部分是從民國101年開始 因為這個土地所有權狀的這個申請 包括設定 然後一直到核定 發放 這應該是屬於常態性的工作嗎 應該是屬於常態性的工作嗎 對 民國大概75年到80年以前 我們的土地沒有所有權狀 都是租用 但是那個土地本來就是我們的 但是經過在大概80年左右 那時候我在當鄉長 所以這個方面的這個土地的設定之後 然後經過核定再發發給這個原住民的所有權狀 這個整個過程我是非常了解 所以假如用這樣的情形然後再公布 我心裡面一直在想說這個會不會誤導啊 會不會說好像就高雄市在做其他縣市都沒有在做 跟委員報告我想因為可能是剛好高雄市政府發放的時候 媒體報的比較大 我是沒有反對這個 所以造成族人以為只有高雄市有在做別的縣市沒有做 其實在民國101年開始 其實各縣市政府都有在舉辦相關的活動 公開發放的 公開發放的 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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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地震事務所去登記 登記完畢之後 就通知所有權人來領 我們過去的做法都是這樣 平常的業務是這樣做 都是這樣做 所以我公開 這樣幫發的 大概花蓮我看過 台東我也看過 屏東 我是沒有注意到 所以網路是不是都是要這樣做 我想 地方政府會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它也有先導作用 讓族人了解說 其實我們公部門都有 持續在做這樣的一個土地 錢壯的這個發放的工作 是有它的先導作用 它的先導作用 當然 這個比較慢的 大概都是過去 在移轉的部分 或是計程的部分 投延到了 保留地裡面的 大概因為都是沒有問題的土地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土地 所以我們未來要轉型爭議 土地要轉型爭議 我們的目標是政化邊 政化邊的部分 或是傳統領域的部分 這個假如能夠取得這個所有權狀 不管是公部門 或是取得這個所有權狀 或是私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大大的表揚了 大大的來公開 這個才是象徵的說我們的土地 真正的是本來我們的還給我們了 有幾個項目 現在我們看看 我們應該爭取的 我們應該爭取的幾個土地的 現在我們首發放的 大概是原則保留地 種的公有地 只要證明造領或是種植 這個是比較沒有什麼問題了 它的地木啊 布基石什麼什麼 那個林地 農木用地 假種 宜種的或是品種的 這個都大概都差不多了 現在重要的就是政化邊 政化邊現在你們處理的情形怎麼樣 詳細的是不是 我請我們處長 報告委員 那個政化邊到105年來講 我們目前行政院核定大概2500公頃 比數大概7000比左右 核定 全國核定的 2500公頃 那個才是值得公開來 來讓我們相信知道 我們在政化邊的土地方面 你們做了這些 跟委員報告 政化邊其實原則上 是在東部海岸線這邊比較多 因為政化邊 政化邊是 我們代言的部分事實上是有比較困難 我們為什麼要政化邊 因為過去這個土地 本來就是很明顯也就是我們的嘛 然後被收為公有嘛 還有一段時間就是 原來我們的這些主線的土地很大 後來又限制你的建地多少 一個人建地多少 林地多少 林地大概是1.5公頃 你都不能超過2公頃 你多的全都要收毀嘛 都能變成公家的嘛 所以上次也提到過 我們很多的這個舊部落啦 那個石頭在那邊搶都還在那個地方 現在就管理機關是國有財產署 或是林務局嘛 所以我們要政化邊嘛 這個要還給我們嘛 跟委員報告 政化邊目前的 作業是持續在做 以前是有一定的這個期程 那現在是只要還有政化邊的需要 地方政府 包括公所都要持續做政化邊的業務 常態性的業務在推動 所以那個我想那個 剛才突然說處長 其實你們的進度 你們做的情形 我是非常了解啦 還有很多很多 很大的努力的空間嘛 對不對 處長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這個政化邊過程裡面 有一個要需要認定 那個他有沒有繼續使用 這個目前是最大的困擾 那我們也持續在跟工產機關 在做很多的協調 所以你們 在這個條件上 有一些放寬的那個 現在所完成的話 都在持續在協調 其實那個所申請的案件 按照的那個比例 不到死了 你們完成了不到死了 不到百分之 不到一成了 跟委員報告 因為有很多現在在 也有卡到這個測量的問題 測量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 我們要轉心爭議 要立法 真的沒有必要立法 你們現在把這個做好 就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但是你們現在已經做了一場 到底在哪裡 分部在哪個地方 應該要把這個資料做一個公開 那個才是實際的啦 現在我們所看到在幫發這個證書 那個 那個都是本來就是我們的 過去是租用 現在變成 有這個前狀 我做這樣的說明 主委應該知道吧 應該了解吧 好 了解 不過跟委員補充一下 花東班政的這個前狀 都是真話邊的部分 所以花蓮跟台東在幾半的時候 平地圓最美的大概都是真話邊 是 好 三地圓最美的就是原來 就保留地裡面的啦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的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請趙天林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想請那個宋副秘書長還有葉部長跟我們的主委 麻煩請宋副秘書長 葉部長還有一將主委 趙委好 部長好 副秘書長好 主委好 我先就叫三位好了 因為在我們新政府上台之前 其實我就有針對看守政府的有關於 藍羽的這個離島政策有提出關心 雖然那不是我的選區 但是原住民 特別是達悟族在那裡的特殊性 是我們台灣共同的資產 所以呢 我們就是 雖然不同選區 但不是只基於選區的利益 而是基於這是我們共同資產的角度 已經多次質詢跟關心了 那我們跟當地所研究的這一些 在地的鄉長 在地的人士 以及長期在那裡耕耘的一些社造的夥伴們 多次的對談 那我們整理了若干的一些問題 我想說提出來 然後請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 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當時的金建會就是現在的國發會 其實已經邀請相關部會 那做出了一些看法 認為藍羽缺乏長期整體的規劃 導致全島建設難以有效推動 所以呢 就由金建會主導 然後跟台東縣政府會商 決議由內政部 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統籌 辦理 藍羽的整體規劃工作 到2012年那個時候這樣做 所以呢 應該當時就已經有整理出 相當多的一些內容了 不過當時都是以本島的角度 在看離島的建設 所以就出現好多的問題 第一個呢 地極的混亂 導致於都市計畫或環島公路的拓寬 看起來想編預算都沒有辦法執行 然後呢 執行率又非常的低 那回頭就會質疑你執行率太低 所以我就不想再編預算給你 這惡性循環 可是我們仔細下去看以後就發現說 在這個土地登記是基礎建設的第一步 那土地地基登記使用數據 看起來我們公有土地數量還很多 有64% 但是呢 當地傳統的這個達悟族的習慣 有勞動使用人的這種所有權概念 也就是說土地沒有明確所屬 它就會尊重佔地者的意見 所以使得許多居民佔用 閒置或低度利用的公有土地也相當的多 造成難以發展大難題 可是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要怎麼解決 就可能沒有辦法以我們傳統 本地的本島的角度去看待 那所以要怎麼推動大家要一起解套 而不是只是推說你的執行率低 可就執行率低來講還真的很低 所以呢 導致就是說現在 在台東縣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裡面的 離島建設基金會計會報裡面 整個離島也不只是蘭嶼、綠島 包括琉球也是一樣 整個都比這個縣級的離島 包括澎湖、金門、蓮江跟本島 的執行率都非常的低 有很多時候像一百年甚至都不到四成 那他們的歸納 平均只有五成左右的執行率 有幾個基本困難 第一個就是行政層級過低 導致行政執行能量嚴重不足 因為我們是鄉公所 然後鄉公所的執行能量 跟縣級離島或本島差距很大 那再加上說如果 台東縣政府又有一些政治考慮 然後導致有些杯葛的情況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甚至下行的無法上達 所以蘭嶼就會有一種聲音 我乾脆直屬中央算了 我挑過台東縣政府 當然目前是沒有辦法 再來人力編制嚴重不足 你看台東縣的人數大概有22.18萬人 然後公務人員大概有3179人 大概平均一個公務人員服務70位民眾 可是到了蘭嶼呢 總共5035位的蘭嶼鄉現在的人口裡面 公務人員只有32位 也就一位公務人員要服務的是150人 所以執行業務的品質真的很難想像 那所以才會一直出現一個落差說 好像中央很想去幫忙 可是執行率就一直拉不起來 那當然包括發包制度的僵化 包括這個離島標案風險過高等等的 都使得說很多人就不願意去標 那不斷的流標很嚴重 現在馬上訊息就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台東縣蘭嶼鄉公所發出的 蘭嶼鄉東清溪清書工程標案 在105年3月17號開標至今已經三次流標 第四次看起來應該也會流標 在6月6號 所以信起來以後他們就眼睜睜的看著 這件事情又會再度的發生 那我強調每次溝通他們都說 拿我們本島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永遠就是原木求雨 那部落基礎環境改善工程也是一樣 開標了還是會面對解約的問題 所以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針對蘭嶼的需要去設計合法 但是特殊專案的制度 要不然永遠沒辦法解決 那防災機制也是一樣 就是說在那個地方 就是整個災後的補助 因為他們的農政統計上 因為他們的特殊的情形 很少有這個造冊登陸 所以呢缺乏 他又缺乏跟現行市場 運作體系的直接交易 所以他沒有辦法提出銷售紀錄 沒有辦法登陸造冊 結果到最後通通沒有辦法 成為災後補助的對象 那船也是一樣 因為呢這個大部分 我們蘭嶼所看到的船隻 都是自家家族所需的 拼板舟機動漁法等等 那在全國漁船頓數總量管制下 很少人會去買真正的船牌 那所以呢遇到風災折損的時候 都不在補助範圍之內 以上的這些等等其實 我想要先請教部長或副秘書長 可不可以用一個真正的專案 那我有邀請鄉長六月份 來到這個台灣一趟 來到這個立法院這邊 大家可不可以坐下來 真的把這個問題 看能怎麼樣專案解決 要不然的話 我們各自 譬如說修路的去找交通部 那可能有銀建署這邊 然後又去找圓明慧 我覺得到最後的結果都是 還是回到原點 屠呼夫婦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一點是 看部長或副秘書長 可不可以承諾說 我們積極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子 我原對蘭宇的關心 那確實 尤其你提到說 不從選區的這個角度看 我覺得相當具有高度 所以非常認同 而且確實它是 有很多特殊情形之外 又有很多條件不足 在那樣的一個基礎之下 您剛才所提到的 用台灣本島的角度去看這樣的問題 就會產生很多有趣 這點我覺得很容易能夠 那傳達力相當強 容易能夠感受 那以前確實你提到的那個案子 由本署的城鄉分所有去處理 那當然也牽扯到它的處理方式是用 都市計畫的那一種程序跟那種機制去處理 那是不是適合用這樣子的方式處理 那當然也是值得思考 也是值得思考 那如果說真正 跟比較一個全盤的去瞭解 這樣一個個案的話 那也許更應該超越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那比較用寬廣的視野去看待它 但是我也必須跟你承認 就是說您在說明的時候 我腦中一直轉 我腦中一直轉 我在轉說 想說有沒有什麼方法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現在還沒有想出來 沒有關係 對 還沒有想出來 但是我那個意識 我那個有感受到 您所提出那個問題的性質跟內涵 那所以未來也許還要有一段 就是說結合 包括原民會 包括許多相關 那來好好的檢視一下那樣的機會 從一個 也許從一個研討 尤其從一個這個單純去研討 然後包括學術界 包括對這個問題了解的 去想出幾個可能性 光這件事情本身 也許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也說不定 那所以我只是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我最重要的體會就是說 我有領受到委員剛才 談這個問題背後的這個高度 跟這個問題的重點 謝謝你肯定 其實有心最重要 就是說因為這問題也不是一天兩天 但也正因為不是一天兩天 所以其實在本島有很多的專家學者 他們其實都有進駐去做慣心了解 然後呢當地的 現在的鄉長也勇於認識 我們在那裡很多的代表 大家也很想要解決這問題 所以如果彼此都有心 我覺得就有可以對話機會 而且它因為是一個島 而且獨立的族群 是很特殊的原住民的一個族群 所以我覺得很容易去體現 跟蔡總統對原住民的誠意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 那先請回 我最後請教一下主委 就是同時在相公所那邊 鄉長有表達的意見 我就轉達給您 他說因為新任的原民會中 我們會有各族群的代表 會隨著您的任期 重新的聘任 這算政治任命了 然後呢他會希望 這位委員這位代表 也能夠跟地方 就是您也聽聽看地方的聲音 那當然因為現在的選擇 不是由下而上 是直接政治任命的 當然他們對這一點有所維持 可是在制度沒有改變之前 就是政治任命 既然是政治任命 他們期待也要求主委 要聽一下他們的聲音 他們只怕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選出來的這個委員 其實跟他們的聲音是漢格的 那這樣子沒有這個委員也就算了 有這個委員反而更糟 他們只要避免這件事情 所以可不可以請您去 就跟他們對話一下這個事情 這樣子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剛才所講的所有的蘭嶼的事情 雖然看起來是營建署在建設的部分 是同仇 然後行政院關心 但是畢竟您是主管機關的這個首長 理應擔起這樣的責任 所以是不是說未來來談這樣的對話的時候 甚至我們過去那邊 關心他們的時候 可不可以邀請您可以一起 重視這個事情 我們很累也願意請您來配合 是 我們真的再次強調說 南語雖然是隸屬於 可能是原住民的三地的這個選區 可能是台東縣的區域 但是它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很重要的資產 那他們現在遭遇了很多的困難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用 特殊專案的方式去尊重看待他們 非常容易去體現 蔡總統對原住民的一種誠意 跟改善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不好 好 謝謝你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我們現在請高金素媒委員詢問 謝謝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一直以來在內政委員會 只要是原住民的委員 我們都可以是跟內政委員一樣的時間 先提醒一下 謝謝 謝謝我們有請這個部長 還有副秘書長 還有我們的原民會主委 謝謝 我們要請這個葉部長 還有宋副秘書長 以及我們的一將主委 高金素媒委員 我們今天談到 好 今天我們談到的是 土地轉型正義 還有社會住宅 租屋政策 都市更新 還有土地政策的專題報告 那麼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當我們談到這些以後呢 之前呢 必須要先了解一下 原住民的歷史 土地的轉型正義 所以我會花一點的時間 請大家好好聽一下 原住民的土地的歷史 好不好 1895年 台灣淪為日本軍國主義之首 我們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而原住民也經歷了歷史上 最慘烈的時代 日本殖民政府的理番政策 開宗民意的就說理番 這個理番叫做什麼呢 全然的消滅 翻人翻地的意義為目的 日本侵略殖民台灣的最終目的 就是要開發台灣的山林 取得豐富的資源 我們看到這麼大的一片 所以日本殖民政府 把原住民當作物 而不是人來看待 管轄的單位是警察的機關 和職產部門 並且頒發的第一個法律 原住民碰到的第一個法律 就是日令26號 無所有權狀 以及其他可以確定的 證明卷的山林原野 均屬官有 也就是分地等於無阻 地是國有地 原住民沒有文字 一夕之間我們碰到的法律 就是要我們拿出證明卷 這個土地才是你的 所以原住民的土地 一夕之間變成國有了 1925年 日本殖民政府展開了土地調查 1928年劃定了 準藥存置林野 約24萬公頃 把當時的原住民 匡在這個範圍裡面生活 這個就是原住民保留地的全身 我希望部長也理解一下 當初的準藥存置林野 是怎麼劃定的呢 定住地每人0.2公頃 工作地每人1.8公頃 用財採取共同地每人0.5 序幕還有災害的預備地0.5公頃 當時原住民的人口8萬人 平均一個人是3公頃 所以所謂的準藥存置林野 總共24萬公頃 也就是依照當時的人1公頃3 1公頃3 一個人3公頃 所以24萬這樣換算來的 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了之後 當初收歸國有的166萬公頃土地 也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講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變成了現在的林務局的臨班地 而準藥存置林野就是我們現在原住民保留地 當我們蔡英文競選提出的時候 他說要讓原住民自治是有土地的 有財源的自治 我要跟大家報告 先歸還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才能夠踏出原住民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因為這段歷史一清二楚 完全沒有模糊的空間 我相信宜江主委比我更清楚 而現在原住民使用的原保地面臨什麼問題呢 我相信部長可能也不太清楚 政府是在民國六十三年通過的區域計劃法 民國六十五年通過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而我們的原保地是這樣被限制的 百分之七十保留地被劃為林地 百分之四十被劃為水質水量保護區 百分之四是國家公園 我們可以看到哦 六十三年通過了區域計劃法 六十五年通過了非都市土地 也就是說 政府讓原住民在六十三跟六十五年的土地 全部就地違法 有這麼多的土地 化為林地 化為水質水量保護區 百分之四是國家公園 好 原住民族的基本法第二條規定 部落是指什麼呢 部落是指原住民在原住民地區一定的區域內 依照我們的傳統規範還有共同生活結合而成的團體 現在中央原民會也已經核定了 有什麼呢 七百四十二個部落 我講的沒有錯吧 主委 七百四十二個部落 也就是按照原基法所規定的原住民的土地 部落的定義現在是存在相沿 相沿沿沿襲並且共同遵守的生活規範 以及它的歷史嚴格以及傳統制度 簡單地講 部落是什麼呢 就是原住民市居的地方 既然這樣 部落內部土地還有防射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相信部長可能也不知道 副秘署長可能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宜將主委知不知道 現在原住民在部落我們所謂的傳統領域的部落裡面 我們的土地發生了什麼問題 也就是區域計畫法還沒有來的時候 非都市土地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的 結果你們這兩個法一來了 就讓原住民的土地就地違法 我相信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次長非常的清楚 內政部次長非常的清楚 所以區域計畫法和非都市的這個 所謂的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這兩個法令 就讓原住民的房舍一世之間變成了林業用地 而不是可以來蓋房子的建築用地 什麼叫林業用地呢 只能造林 連種菜都不可以喔 部長 種菜都不行喔 那原住民部落之所以90%以上都是違建 這就是根本的問題啦 90%是違建 是政府讓我們違法的 所以我剛剛說 我們有非常多原住民的部落 包括相公所 代表會 集會所 通通都是違建 可是我們的政府 從來不去解決這個 把部落就地違法的法令 26萬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 約98%分散在非都市土地的11種分區 19種用地明目之中 而且在原保地當中 林業用地佔了64.9% 農木用地佔了28.6% 建築用地只佔了6% 部長聽清楚 建築用地只佔了0.6% 有用 有用途不多元 不符合 生活跟 慣習 慣習的需要 所以呢 我現在要提供原保地的建地面積 給各位參考 來 3D原住民 我以3D原住民來說 30萬人 平均每人0.87公頃的土地 其中建地0.6%等於多少 0.006公頃 等於52平方公尺 也等於15.7坪 如果我們 我們以品種建地來算的話 它的建幣率是40% 容積率是120% 換算為實際可以居住的面積等於多少 一個人只有6坪啊 部長 這公平嗎 這個是 現在我們的原住民面對的土地不正義 居住不正義的事實 好 剛剛有人提到蘭嶼 我們就以蘭嶼來說好了 蘭嶼的原保地面積是4445公頃 林業用地是3530公頃 特地墓地試驗用地是241公頃 建築用地只有多少 19公頃 建築用地面積比例 0.4% 而蘭嶼目前的戶籍是5000人 平均每人建地0.0038公頃 等於38平方公尺 也是等於11.5坪 如果我們以品種建地來算的話 建幣率40% 容積率120% 蘭嶼大物族的每一個人 實際可以居住只有4.5坪 公平嗎 部長 我剛剛說了 63年 65年你們這些法規沒有進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居住在這裡了 而我們的政府就讓我們就地違法 而目前還沒有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這三年來 我不斷地要求內政部跟原民會 來實際解決部落裡面所面臨的問題 這個困境其實不要修法 也不需要在所謂的總統府下面 所謂的歷史轉型正義就可以做了 民宿管理辦法可以來修 你們營建署目前還有很多的疑慮 長照法也可以來做 區域計畫法可以把部落更正為鄉村區的問題 都可以一併來解決 所以我在這邊要提醒一下 新政府上來 不要只喊打假球 真正的來做 什麼歷史轉型正義啦 在總統府底下啦 或者是城局含著眼淚啦 要給原住民土地正義 事實上我一直在講 城局的含著眼淚 他應該是跟大高雄地區的原住民道歉 因為這個實施了將近快50年了 他為什麼現在才要發這些 我們的土地給我們的鄉親呢 他那含著眼淚是道歉的 所以我要再講的就是 國土計畫法裡面有針對原住民的問題 也希望部長一一要去處理好不好 我提供給你 國土計畫法本席琢磨的很多 國土計畫法的第六條第一項第九款 民定規範 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的土地 應該尊重以及保存它的傳統文化領域以及智慧 並建立互利共融機制 然後再來第十一條的第二項 全項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的內容 如果涉及原住民族土地還有海域者 應該依照原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並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頭中央原住民族機關定定立定 第十六條也講得很清楚 第二十三條也講得很清楚 所以以上我這邊要告訴副秘書長 我們很遺憾今天這個秘書長沒有來 因為他一直告訴我說 在總統府底下要怎麼辦 原住民的這個轉型正義 怎麼真相調查委員會 那麼實際問他要怎麼做 不清楚 其實我們不要修法 我們現在內政部 原民會可以做的 趕快來做 包括我剛剛說的 63年65年讓原住民 就地違法的這些建物 趕快來恢復我們的土地正義 要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原住民的人口 不是只有現在的8萬人喔 現在原住民人口已經54萬了 而最後我要讓部長看一下這張圖 黃色的中間這一塊 是國土計畫跟原住民的30個山地鄉 我們30個山地鄉在所謂的國土計畫裡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有97%的土地是重疊的 看到了嗎 所以為什麼從以前我一直在講 原住民的自治 喊的不是只有原住民的土地正義 而是未來整個中華民國的國土計畫 我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如果這個東西不理清楚 不把它等同四肢的話 台灣不可能會有國土計畫 台灣也不可能會有好的完整的土地 是被保護起來的 所以我們相信部長你剛剛上來 你也是學者出身的 你是可以講道理的 所以本席花一點點的時間 讓你看一下原住民的土地的嚴格 這個叫做返還原住民的土地正義 好不好 那返還原住民的土地正義 就是現在就可以做了 國土計畫馬上做 然後呢 讓我們就地違法的土地 我們的借務趕快來處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吳委員 來 謝謝 謝謝 好 好 好 主席 好主席 我請我們的葉部長 請部長 部長 今天也是土地轉型正義社會住宅 以租屋政策 都市更新 以土地政策 部長 部長 我請問 因為我才知道我看到你 這樣在這裡 在補充 可以說 對我們的社會住宅 青年住宅 尤其社會大眾 包括年輕人 對我們心內的內閣 大家都很大的期待 尤其八年要建二十萬戶 所以說這是對著很多 我們的少年家 很多中地收入戶 他們都是很大的期待 尤其目前在我們台灣 我們的中地收入戶 將近三十五萬 這數目是非常的驚人 所以很多人買家買不去 住不去 住不去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說 我們的大友委政府 要來推動 這是我們民眾非常大的期待 我請問我們的部長 我們未來在我們的社會住宅 青年住宅 在我們的新北市 預計 總共要建幾年 什麼時候 要開始來啟動 委員是說只有新北市還是全部 我先了解新北市 新北市 我們整個雙北 雙北加起來 我們雙北加起來是 大概是十萬 十萬多一點 雙北因為他跌得多 差不多十萬左右 十萬左右 對 他開始跌得多 他的資金比較大 對 因為在我們新北 房價都是極高不下 這大家都很清楚 尤其到台北市 到新北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 你問你說 二十年裡面 不吃不喝 他還是買不起 所以也就由來 我們的政府來蓋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 尤其我們的青年住宅 現在很多年輕人 向本市來歡迎 他們愛的是什麼 愛就是我們的青年住宅 我們可以來祝福他們 我們的租金可以更加優惠 所以這就是他們對 我們的新政府 大家期待 但是 在我們的新北市 有三個地方 在我們民國九十二年 在我們的 新北市 向我們的國有財產局 來提報三個土地 要來建立青年住宅 但是在我們的青年住宅 BOT 但是現在 已經即將完工了 但是面臨什麼問題呢 過去我們的審計部報告 在九十二年來報告 報告說 我們租給年輕人 以市價的七點五 中低收入戶 以市價的六折以下 但是現在變成了 變成即將要家屋了 但是我們的年輕人 現在這個優惠沒有了 在我們的低收入戶 這邊面 跟市價也差不多了 所以變成 土地 VOT 但是 後來 沒有照我們當初 跟我們國有財產局 所提播的土地的承諾都沒有 在這個部分 希望說 我們內政部去了解一下 兩塊在我們的三中 一塊在我們中和 這是我們的捷運 捷運VOT 在這個部分 相信在全國還是非常多 相信這個部分 我們的部長 一定要下去了解 才能保障 我們的青年住宅 當初我們的用意 再來就是 我們的社會住宅 因為社會住宅 要推動到我們的青年住宅 尤其在我們的新北市 很多我們的國有土地 國有土地 要取得 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快 所以 尤其在本社的選區 土生三夾 這邊面很多軍的地 過去很多軍的地 我們可以說 從我們來使用 很多他的宿舍 基本上就是 文子館 所以在這個文子館 我們可以說 從這個土地來活化 因為很多宿舍都在大馬路 所以在未來 希望說 在這個地方 可以趕快去青年住宅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 很多年輕人 大家共同的夢想 讓他們可以說 大家就住去 做去 這是我們未來 我們的新政府 要來推動的 部長 請 在這個部分 請部長 跟我們的營建室 我們的市長 共同的努力 相信在未來 我們的新團隊 絕對有發動去求 我們民眾的訴求 對新北市的角度 其實數九十 數九十 不少 要怎麼 讓我們現在 推動的 配套措施 整個更遠 之後 營營起來就更快 對 但是這也要 政府來配合 這方面我們來努力 好 好 部長你請坐 好 我現在來 請我們的 英明會 我們的主委 請主委 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 總理說 在我們的新北市 我們的原住民 以及我們桃園 我們的原住民 總共的人是有多少 跟委員報告 我們新北市的原住民人口 是五萬四千人左右 那桃園的是六萬多人 所以加起來是將近十二萬人 將近十二萬嘛 是 因為將近十二萬 在我們的新北市 我們的山林部落 以及西州部落 這裡都很清楚 是 因為山林部落 跟我們的西州部落 每一邊 只有我們的暴風雨 這都是非常危險 所以在我們的 我們的三峽 這個地方 我們有三公頃的土地 要來蓋這個原住民住宅 目前進行要入行 各位人報告 關於 山林部落的部分 這個 新安置的地方 已經完成公共建設的部分 那目前呢 要準備要把 地上屋的整個新建 要開始進行 山林部落的部分 因為在我們的主任告訴我 因為目前他們 尋到的問題 就是 出金的問題嘛 我們的新北市 這平民 一個人好像 補退五十萬嘛 是不是這樣 嗯 山林部落的部分 他地上屋的這個 新建的費用 是 三三三 就是說 三分之一 嚴免要自己負擔 然後三分之一是貸款 然後三分之一是工部門來 工部門嘛 對 大概是五十萬 就是他整個個人 包括貸款跟 就他自備 自備款要五十萬嘛 總共加起來也五十萬 然後貸款五十萬嘛 加起來應該是五十萬左右 加起來 包括貸款 對 因為我們原住民在我們新北市 算是一個弱勢團體 所以 宜將主委你也是新北市出來的 相信說你對這都非常清楚 未來原住民 這個安置自宅 絕對一定要趕快動 好 因為那個土地取得不容易啊 又是我們三峽的地段 都是非常的好 再來一點就是 我們的 我們的原住民博物館 原住民博物館 在我們的英哥這個地方 因為剛才說 我們的原住民 在我們的土屋 跟我們的新北市 有十二萬的領口嘛 是 所以這樣 我們全國有五十一嘛 五十一的人口 在我們的 英哥這個 這個新生地 這一塊土地 剛好 又是我們的三陰捷運 捷運站 未來的 桃園捷運站 都會經過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 交通非常便利 在我們北二高 交流道的出口嘛 所以在交通也好 在我們的觀光人潮也好 可以結合我們的淘寶館 可以結合我們的客家園區 原住民園區 三峽老街 所以這在未來的 人潮方面 一定會說 帶來更加多 我們的觀光 這個人潮 因為要當 要蓋一個博物館 絕對不能蓋一個文資館 一定要選擇 有我們各族群 大家都能去參觀 包括我們和樂人 包括我們的客家人 包括新住民 包括我們原住民 大家都能共同的來參與 我打個比喻說 包括你說 我們很多 你說 像故宮就好了 你如果建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相信 光光的人潮絕對是少嘛 所以說 我們政府紀元 要投資二十幾億 我們當然選擇的所在為地 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尤其在英國這個所在 和我們的徒群 都是鎮鎮嘛 你很清楚 所以在我們的徒群 和我們的新北市 總共六百幾萬人口 但是 這都是有涉及的 沒有涉及更多 所以說 在未來 這個部分 當然 我們的新主委 一定要說 慎重的考慮 因為 地點非常重要 我們政府投入的錢 絕對就一定要活化 一定要說 有我們的 參觀的人潮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嘛 當然 蓋在我們的說 法蓮和台東 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要說 蓋 我們一定要說 讓我們可以帶來境加水 讓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讓鮮涼 讓大家境加人 知道 好嗎 好 我想 服務館的設施 我們會整體做一個評論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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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不在 請陳明文委員 好 指揮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 部長 離開的是 秘書長請假 請假 好 謝謝 陳明文委員好 好 部長我請問你 目前我們 我們現在 是 到底是 行政層級是幾級 我們現在如果說 我們是幾級政府啦 我們貴級政府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除了中央以外 然後直轄市縣市 然後部分鄉鎮還有 部門鄉鎮還有 那我們現在到底是幾級政府 你認為 你認為 你認為現在是幾級政府 如果 會往 那個 會往 主要是現在應該加起來是三級 應該是三級政府 包括那個鄉鎮部分 對 就是一般縣市 再下來就是鄉鎮市 所以應該是三級政府 但是現在 如果說 森鎮鎮市 這六都 基本上 他們現在的鄉鎮 都已經不是法人地位了 他們現在都 等於是 市政府的 派出機關喔 形成兩種制度 對 所以現在 目前台灣現在 不是二三級政府喔 也不是 全部是二級政府喔 所以現在是一個 不倫不類的 有點 二級三級政府喔 那你認為現在應該 我們怎麼辦 你認為呢 你認為我們現在這個 行政成績 這樣子一個混亂複雜 我們到底是要維持現狀呢 還是我們這個 新政府上來以後 會不會有一個 新的一個規劃 新的一個助度 你認為呢 現在這種情境喔 是過去幾年內 逐漸演化 這六都的行程 大概一個一個這樣過來 那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點就是說 在我們的地方制度法裡面 多了一個直轄市這個制度 這是從大陸那個時期就過來 所以在我們原來的鄉鎮 在我們的縣市之下架構的這個直轄市 那他的資源的使用 跟他各方面 就變成有一點 那我請問你 直轄市的意義是什麼 直轄市如果 直轄市如果 按照原來的意思 按照原來的意思 當然根據他的 他的這個 這個生活區 那尤其是都會 那掌握 那能讓行政院 能夠直轄 所以他本身 具有相當多的 就是行政院直接直轄 對 人口聚集 那一般的縣市呢 現在是不是 行政院直接直轄 如果再起 現在台灣的一個 不是說原來 原來制度的用意 沒錯 那現在直轄市 升了六都的這些直轄市 的意存在 意合在 你告訴我 所以我不瞭解 所以我要請問你 就是說 我們現在生這個六都 這是六市 意義是在對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很荒謬的一個 鎮渡啦 就是說過去 我們 在中國大陸的心 那裡那麼大 這麼幾個鎮渡 日本 一萬兩千多人 一萬兩千 兩千萬人 才加幾個 欸什麼事 幾個 不會是三個 我們鄰近的 韓國才兩個 我們台灣六個 而且 如果根據 地治法的規定 十五萬兩千萬人 現在幾兩千萬人 張華可以升格了 那 我們 未來到底 你新的政府上海 你是新任的部長 你到底現在 你認為我們現在台灣的整個行政 這個區域要如何再重新做規劃 或者有沒有一個新的制度方向 你那麼簡單告訴我 要不然你現在 現階段 不止是我們政府的層級喔 很多的一些 人民團體也是一樣喔 有很多的是有 有 有 有錢股的喔 竹竹的喔 也有的是有省竹竹的喔 也有的是沒有省的喔 亂七八糟 你亂七八糟 你亂七八糟 我說你屁 說全國農會 他就是 沒有生農會喔 但是生上海 他就有生上海喔 全國議會 他就沒有了 我想 我們現在的人民團體的層級也是很混亂喔 不只是我們現在的政府混亂喔 所以 我現在請教部長 你認為我們應該現在要怎麼處理 如果以現況來看喔 我非常同意委員剛剛所講的喔 現在確實是產生了一些 制度上的一些落差喔 那不管是在組織 不管是在這個才華 很多方面都產生的這樣好像有兩種不同的情境 對啊 好像是你憲政部主人管道一般的縣市而已喔 六都就直接由行政院來直接來管轄 好像是現在的這個柱度好像是這樣子喔 那事實上又未必喔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到底現在我們到底這個 行政院上海又這些混亂的一個柱度 台南是先價做柱子啦 阿家二官齁 是一般的館市啦 對 一般的館市啦 你看 一般的這個 就公務人員的主等的 的續等就不一樣喔 齁 我想一般 像我們一般的館市的 公務人員就八頂耶 嗯 贏錢就高頂耶 對 好的人才 都在一般縣市都留不住啦 不然不然要做困難 我要去新娘做啊 不然我留你在家的館 不然你才八頂的而已 阿我不瞭解為什麼會變成次政策這樣 不管是資源的分配也不公平了 蛤 阿政府的資源上 這個 這個 對公務人員也不公平了 所有現在的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事實上 我們新政府 要不要 要不要做一個重新的一個規劃 要不要 我林董 委員所說的這個問題的存在齁 他背後的重大原因就是 他有這個 直轄市的這個制度 要讓大家有那個選擇的誘因 齁 大家都想說要選擇嘛齁 那選擇之後 現在現主席是六都齁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對制度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這個 這個直轄市這個制度 有要維持嗎 那結束維持的時候 你不可能叫這六都說 再降下來 齁 這可能是 真不可能這樣 那維持的程度 我相信 後面還有要升級的壓力 我是認為 所以這個問題要是 部長我不認為齁 這個六都降下來 還是一般縣市 興凱的問題 是我們到底我們 現在要到底要 實行二級政府 三級政府 我們應該要很清楚的 做一個整體性的一個規劃 二級政府就是二級政府 對不對 那這個 就沒有所謂的 這個 岩霞市的問題 大家都是岩霞市 對 我想這個是一個觀念 這應該要這樣子 大家就去公平 對不對 頂多你就是有一個首都 那其他我是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就要 嘉義就是要是二等公民 升國的就是岩霞市 沒有升國的就是什麼都不是 這對我們是不公平的 我想這一點我要特別在這裡提醒你 好不好 我們是回去以後 應該好好的做一個整體性的規劃 那我想今天我們最主要是在談所謂的 這個土地政策 那也是在談了很重要的一個 新政府的一個政策 就是基礎正義 對 對 基礎正義 基本上 其實就是要 要讓人家 有房子住 所以你們現在 基本上在推動的是一個社會住宅 沒有錯吧 也住得起 就是幾年 八年 八年 二十萬戶 事實上這個社會住宅的需求 大概你們現在 就是在台北市 新北市 土屋 頂多是這三個 有沒有辦法 其實輸給都有 其實有的比較多 不能這樣說都有 像我家裡有 我家裡有 家裡需要不需要這個社會住宅 當然這是看說 我要跟他講 就是你在推著社會住宅 雖然是現在新政府的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但基本上 在南部地區是無感的 我想這一點你應該要很清楚 那反而我們要講的所謂基礎正義是什麼 你入籍有沒有來 基礎正義就是 大家都要有處大 副民事長您能夠上來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想簡單一分鐘 趙先生 林務吉要上去嗎 來 副民事長 來 林務吉 來 副民事長 我想在嘉義的三期 現在有很多的所謂 戰準待地 有所謂臨班地 我想這些問題都已經層出不窮 那這個問題都已經四三四十年 都一直沒有辦法這解決的 為什麼有戰準待地你知道吧 副民事長你知道嗎 你應該 林務吉比較清楚 林務吉比較清楚 不 因為你是行政院嘛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因為陳美你沒來 所以我要特別提醒你 請委員指教 所以 戰準待地 其實是在找在五十 民國五十五年六十年間的事情 還要講 做這些東西 叫一些那些 三七開發的一些這些民眾 去那裡建工廟 去那裡建工廟 讓他建工廟 讓他在那裡 在那裡生活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事實上 其他人都已經結婚生子了 事實上他的居住的環境都改變了 其實他的面前也要控制 但是這個人 這個所謂 戰準待地的住度 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解放 所以我今天主要提醒行政院 事實上現在 林務吉站在這裡 為什麼我不問他 因為他現在還是 還是以所謂的 盛行的法令在做規範啊 所以他現在還是跟民眾 是站在對立面的啊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 新政府起來的所謂居住 爭議的這個概念的話 事實上很多人都必須要 可以有房子住啊 你如果基礎正義 如果你如果放在嘉義的話 事實上這些問題就是要解決 嘉義不需要你去把它蓋社會住宅 但是我們有沒有上位的一個計畫 或者有什麼法令能夠做一個解決 才能夠徹底的把三期的這些 零班地解篩 或者債准單地的問題 全部把它做一個處理 我想這個層級應該是在行政院 所以我要特別要在這裡提醒行政院 我們是希望把這些問題 能夠帶回去 好好的做一個解決 能夠確實落實 新政府上台以後的 所謂居住正義 的這個觀念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施毅方 新的委員 施委員 有請部長 有部長 施委員好 部長好 你今天的報告裡面有提到社會住宅 那社會住宅你有提到就是弱勢與一般的家庭混居 那因為有一般的家庭混居 所以未來的社會住宅裡面會不會有考量長照的這種設施 就是會不會融入長照的一些場所之類的 現在是有部分有考量到這些 那比較通用的 包括台北市已經有規劃到這些需求 但是並沒有說非常全面的這樣子的處理 好 那台灣將面臨老人化的社會嘛 那在未來通用設計的部門是怎麼樣去做推展的 我可不可以請我們次長來 這個 可以 書長 請書長 請書長 好 那我跟施委員再說明一下 基本上我們現在也希望說 透過所謂的無障礙的這種住宅專章 類似這樣子的方式來 那當然就納入通用設計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盡量把它推廣進來 那目前大概是想到的是這樣子 我想你的無障礙設施的部門的設計還必須要加強 對 是沒錯 因為你現在目前通用的設計裡面是通通可以用 那你現在無障礙設施不一定是通通可以用 對 那這個部分我跟施委員說明 因為有時候這個是漸進的 你一次到位 那可能也怕一些建商啦 或是一些產業界 它有一點緩彈聲音 所以我們慢慢的讓它這個達到 你在那個100年的6月16號 因為有行政有核定那個社會住宅短期時事方案 有事辦的無處 你的報告裡面顯示說 你在105年的5月要入戲完工 你現在完工了沒有 這個部分 有些大概已經接近完工 那有些是還沒啦 那主要沒有的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 像新北的那個部分 主要就是後來因為是BOT的關係 這個照商比較不易有脫掉 還有包括他的財務計畫的審等等 稍微有delay一下這樣子 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報告 那這份報告裡面就是說 你在這5年裡面的推展 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未來在社會住宅裡面 必須要被參考的 這份報告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這個大概我們一兩個禮拜內好不好 一個禮拜 可以啊 好 另外我要提到那個都市更新的部分 那今天的報告很好 你有提到了一個七項的重點 比如說權力的轉換的機制 或者是修正民間自化更新單元的機制等等 那到第七項 第七項你提到了那個解決實施執行的爭議跟困難 那目前在事務上你知道發生什麼問題嗎 對這個當然 你用最短的時間我時間不太夠 是這個因為都更其實還真的這還蠻多問題 比如說像頂樓加蓋的這些違建 他也需要這個一些潛意啊 等等這些其實還就領朗滿目的 好你要推這個部分 我告訴你最近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實力 這是全國性會面臨的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違建戶 他沒有土地 他只有那個建築物 那他那個建築物裡面要建造的時候 他必須要付 假設是20坪 要付20萬的建造成本就是400萬 然後再下來就是他的折損 因為菜污了以後要補貼給他100萬總共500萬 那現在目前那一個房子的市價是2000萬 所以2000萬扣掉500萬變成有1500萬 這個部分財政部要扣他的稅 那這個你不是說叫那一些貧窮的住戶要倒閉吧 這個部分我相信你們是沒有了解到的 所以我希望你未來要做這兩個部會的一個聯繫 好 這個在修法裡面我們來考量 好 這個部分我建議你 那我要問一下就是說那個營造業有沒有管理 營造業有沒有管理 有啊 有營造業法 祭司有沒有管理 祭司也有祭司法 好 OK 那那個圍貫大樓產生了以後出現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一個建商一個艱難的問題 是 那圍貫大樓出現那麼久了以後 為什麼營建署沒有去研理說 要做一份開發建商的管理條例 營造有管理 祭司有管理 為什麼那麼大的建設上面有管理 為什麼 在台灣裡面 這個跟市委員說明一下 曾經有一些業者他也是希望說有專法 類似營造業法等這樣子 不過就是說還是有一些共識的問題 所以類似這樣的話 後來曾經行政院是說 如果公司法都已經可以照顧的話 類似這個建商這個 有建設公司 本席不同意你這種說法 建商的管理是很重要的 是 但是我們現在也請了 地方政府 自己擬定自己的那個 自治條例 就是所謂的不動產的管理條例 我想我不接受你這種條 你那個條例什麼時候可以你出來 給我一個時間 現在有些地方已經有七個縣市 營建署 我要營建署版本 官方版本 官方我們是沒有版本的 什麼時候你一定有版本 這個請那個部長回答 請部長回答 委員坦白講 這個 我現在對這個不是非常理解 但我們都很仔細在聽委員 剛才的論述 那我會詳細來了解一下 部長你要好的整頓一下 好不好 我來了解一下 但是我剛才有聽到你講的這個 我會了解一下 我想從委官大樓出來了以後是這個問題存在 所以這個問題是必須要被重視的 那我可以等待時間 但是一定要給我一個時間 那再下來我談一下那個三級評管 那三級評管的部分 這個部分常常被誤導 那我想在最近那個營建署要推第三方的勘驗 下一張 那真正的三級評管制度是這樣的一個 三角形底部是很 底部是很穩固的 如果你推的是第三方 就是你上面看到的業主 或者是公司 你變成一個倒三角形 你把業主或機關弄得很強 但是底部是很弱的 所以真正的好的建築物就是必須要從 塵造施工要很強 然後建造要很強 然後再下來就是勘驗 那往上一來一落沒關係 但是只要施工強 這個建築就會很強 而不是第三方勘驗 在前一段時間還沒有政權交接的時候 那時候再推第三方勘驗 那個是整個是錯誤的 所以我拜託一下部長 這個是攸關到全國建築物的安全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確實把它做好 那前面那一張我報告一下 那現在為什麼會談到私有的建築物 因為現在即使是您跟我住的房子 都沒有做一個虔誠的建造的部分 所以私有的建築物在建造的過程裡面 二級的建造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共同來努力 好 再下來 代辦工程的部分 因為時間不太夠 營建署目前代辦工程的部分 我希望你把整個代辦工程的 工程的項目都列出來 然後再下來第二點 就是有關你那一個 供期delay或者是何以產生什麼問題的爭議 全部把它列出來 因為長久以來 營建署代辦的工程 不是慢就是拖 到最後產生的claim 然後金備局的工程營管處處長 我要跟部長報告 金備局工程營管處的工程 它產生的弊端太多了 那這個部分它的爭議是最多的 它幾乎每辦一件工程爭議就有一件 所以一樣 跟剛才的一樣 就是要列表 把所有它的工程列表出來 你現在 處長你報告一下 現在那個你們貴處裡面的爭議有多少 工程 辦的工程的爭議 報告委員這個我們回去再調查一下 你連處長你都不熟悉了 這個部分我拜託部長 你一定要好好的監督這個處 這個處所產生的工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你什麼時候會給我 這個類表什麼時候會給我 這個類表什麼時候會給我 是工程會的 委員你時間到齁 這個部分是屬於國防部的 對我了解 對 因為你今天的類型裡面有 你今天的類型你單子裡面有工程管理處 那個可能還是要請國防部那邊監督 這邊的部長大概沒辦法 那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委員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那個油美女委員 油美女委員執行完 我們休息十分鐘 齁 這很久啊 油美女委員 OK 我們有更大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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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部長 還有那個花次長 由委員好 部長好 花次長好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在報紙上 花次長提到會支持前內閣的都更的修正案 那我們知道說都市更新都更的案子 在上一屆其實是鬧得飛飛揚揚的 那其實都更的案子也有大概二十幾個版本 那後來呢 當然也經過非常非常多次的一個討論修正 但是後來還是沒有通過第八屆 然後全部歸零 那其實呢 這個都更呢 就像這個花次長所講的 他其實是要讓整個都市能夠改頭換面 那這個的前提 其實是他應該要跟整個一個都市計畫結合在一起 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到呢 現在的一個都更 尤其的是 就你這裡所寫的這個都更 有的就是因為希望說 因為災難 這個我們看到今天的報告裡面 就是說提到 你們有三項 就是為了強化政府主導的更新 然後一個是說鼓勵民間 那另外一個是整合的都更 就是防災的都更等等 那這裡面我們看到說政府的一個更新 主導的更新其實是很少的 那因為政府沒錢 所以就會放任民間 那民間呢就所謂的自立的 就是都更 那民間自立的都更呢 通常我們就看到說就用容積率呢 來給他們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看到有很多的房子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都更 他其實是老舊建物的改建 但是因為老舊建物的改建 他不會有容積率的這種獎勵 所以大家就只好透過所謂的都更 然後結合一些 然後這裡面呢就用 那因為有容積的獎勵 所以我就變成 原來其實是老舊公寓的整建就可以了 但是雖然說我們的都更裡面 有所謂的整建維修 還有這個所謂的重建 但是大家都會選擇 就是所謂的把它框起來 然後來所謂的重建 那因為這裡面 必須要是有這個所謂的容積的獎勵 放進來的話才有利可圖嘛 所以在這裡就發生很多的問題 有些人不想參與都更 但是就被劃進來了 那這裡面就變成所謂的 參與同意的比例的高低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文靈院的這個案件 也才會有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嘛 所以呢也因為這樣子呢 在這一次的話 這個花次長您在講說 您又把這個上一屆的這個版本 又再重頌 那事實上在上一次討論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東西 大家是覺得說 你要符合 第一個就是不能夠破簽 也不能夠 因為要符合我們的兩公約 我們都已經簽訂兩公約 而且兩公約裡面的居住權 是人民的基本的權利 所以今天你政府呢 就是說你不能夠讓 任品的這個所謂的廠商 然後畫地 然後呢我幾分之幾通過之後 我就能夠強迫你去同意 那所以在這裡呢 就都更發生這些的問題 我們會希望是說 在新的政府上來之後 真的是能夠依照你們今天所講的 真的是強化政府的主導的都更 所謂的公辦都更 那這公辦都更 一定是會依照我們的都市計畫法來的 對不對 因為我不希望說 都更的結果整個城市像個拉裡頭 因為每一個人就去畫一塊嘛 自立的畫一塊都更 然後這裡就因為有融積 所以也因為用融積的去獎勵的結果 造成什麼 造成它超過所謂的這個容量嘛對不對 承載的這個容量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都市計畫 其實就是你一塊的地 它能夠承載多少的容量 其實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而且這裡面很多人講說 你看美國 他們這所謂的天際線是非常漂亮的 在我們台灣呢 這簡直就像拉裡頭 所以如果真的要達到所謂的都市更新 真的能夠讓整個一個都市改頭換面的話 那都市計畫是非常重要 那你所有的這些都市更新 它是要安德在這都市計畫裡面 下來才進行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在國外 他們其實這所謂 不管是都更或是重建 其實都是政府先把它掛好 把這個所謂的公共設施 什麼等等都畫好之後 再給你廠商進來 那你再去把它建起來 跟我們廠商自己畫地 然後自己圈地 然後就自己就把這個 說幾分自己通過 那這樣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那另外這裡還牽涉到了 就是所謂的這個土地重化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說 平均地卷條例裡面規定 你土地重化只要超過過半就可以 所以今天等於說 我51%的人就可以去 把你49%的人趕走 那我想這個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今天在講這整個一個 這個都市的這個 都是土地的一個轉型爭議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想必須要去全面去檢討 不管是這個所謂的 土地的重化 或是這個所謂的都市的更新 或是土地的徵收 我們也看到說 桃園航空城的這些案子 對不對 那這裡面民眾一再的要求說 應該要辦聽證會 但是我們看到說 這個土地徵收的時候 這個聽證會 只是把他限制在所謂的特農區 可是事實上這裡會牽涉到的就是說 好你今天所謂的蛋黃區這麼小塊 但是你的蛋白區那麼的大塊 等於是說我今天我要這跑道的地方 事實上只有對不對 這麼小 但是我旁邊擴充出來的 又是什麼產業區 又是住宅區 又是什麼一堆的 然後等於是說你 腳比較大心就是這樣的 然後把人民變成所有的這些人 我只要繳不出錢來 對不對 然後我就變成被破簽 所以一再的發生這些破簽的事件 我想這是跟我們的兩公約簽署過 其實是非常諷刺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是說新政府今天既然 面對這些的問題 那是不是能夠注意到 他的整個一個程序爭議 其實就是說 你是在一個所謂都市計畫的一個架構之下 去好好去處理 這部長或是次長 有人講的是我非常關心的部分 那尤其是文明院案709號大法官解釋 所提出的一些方向 那當然也包括了很重要的一個 反破圈權兩公約裡面的這些蘊涵 我說大方向 大方向讓我非常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我要請我們花次來回答你比較制度面的部分 好 謝謝尤委員 我想第一個 其實我對於都更條例的修法 我並不是說以全盤接受前任的辦法 原來這裡面應該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說 例如說針對有共識 或像針對709號解釋文的那個回應 裡面有些真的比較好的 我們當然就希望保留 避免再耗費太多的時間去做重複的討論 那當然特別是對於像公辦都更 或社區自立都更的加強這個部分是原來的版本是比較欠缺的 當然這部分我們要另外再去補強它 希望能夠更完整地來展現這個都更條例該有一些內容 那確實也對於還有一些有爭議的部分 這個部分當然是我們要不斷再加強溝通來尋找那個均衡點 就像說您提到反破欠或居住權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制造我們在規劃的概念底下 我們希望是創造多元保障居住權的這樣的概念 而不是說一定是只有一定得被拆 或者是你一定不能拆 這麼極端的處理 我們要多元的機制配套在裡面 讓這些不管是搬遷戶 它有選擇 而且這個選擇是在它財產被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的選擇 那這個概念我們都有 那這部分我們未來會慢慢在都更條例的修法裡面 把這些概念都放進去 那您另外提到關於不管從重劃 這裡面也一樣這個比例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未來也會在跟都市計畫的審議的過程中 再做合理的連結 也就是我們要先從都市計畫上游的 必要性、合理性、公益性的這個部分的評估 再去串連包含重劃、區增或者是增收之間的一個關係 它應該是一個整套的一個審視 而不是說都市計畫過了 好像我後面必須非買單不可 這部分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理解 那甚至我們在現在住宅法的修法的草案裡面 我們已經把兩公約的這個概念已經入法 以上我先做這樣 我們看到花次長的確在這方面是非常專業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將來在這個 因為你們是舊的版本嘛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個審查的過程裡面 能夠把您剛剛所講的這些的精神能夠放進來 能夠有修正中意能夠把它放進來 那當然這裡也提醒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各機關儘管國有公用不動產佔用處理原則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造成很多的破階 因為很多的政府機關為了把這些收回來 所以他們就用訴訟的方式 然後呢去強制執行 然後就把人民破階 然後這些安置什麼都沒有 我們希望說這些手段能夠更細膩一點 能夠更多元一點 是 OK 謝謝 時間到 我們休息10分鐘 這邊有一個大選,就是一個義區埋董 對 我有跟妳說 我看有跟妳說 因為我們這個 還要六個 因為妳是 等一下 我有跟她講 會有差別 會有差別 若是大概可以 加五 那非若是就是三加三 三加三 這個有沒有稍微看 我剛剛都看過了 還可以 他們怎麼會有進去 我現在正講 我愛做新聞 昨天晚上會今天只有幾種新聞 不可能 前來幾次還在系列 這個問題 就跟妳有求人現象 我現在後來幾次 我們在冰箱會的處理 也要跟妳講 我現在就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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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不是說 我現在就不理會 我現在就不理會 這個 還沒這個 謝謝 感じ fue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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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